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三 鲍威尔表态安抚市场 今天美国股票大幅收高 道指飙升于930点 大指暴涨400点 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 并从6月开始缩表 鲍威尔排除单次加息75个基点 可能性的讲话 安抚了市场情绪 道指收盘大涨932.27点 涨幅为2.81% 报34,061.06点 纳指暴涨401.10点 涨幅为3.19% 报12,964.86点 标普500指数涨124.69点 涨幅为2.99% 报4,300.17点 在经历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后 美联储在美东时间周三下午2点宣布 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 至0.75%至1.00%区间 为2000年以来首次大幅加息50个基点 符合市场预期 美联储宣布从6月1日 开始以每月475亿美元的步伐缩表 缩表步伐将在三个月后 加快到每月950亿美元 将包括国债600亿美元 机构债券和机构抵押贷款 支持证券350亿美元 美联储声明称 一旦缩表结束 储备余额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下降 直到委员会探断储备余额处于充足的水平 美联储声明还强调高度关注通胀风险 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通胀太高 美联储必须降低通胀 以保持劳动力市场强劲 他称美国经济潜在动能依然强劲 未来几次会议加息50个基点也是选项 但排除了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 称75个基点的加息并不值得考虑 鲍威尔称 美联储正在迅速将政策利率提高到更正常的水平 他认为缩减资产负债表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在6月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50% 一些分析师表示美联储未来加息规模与范围的明朗化 将使陷入困境的股票市场得到提振 盛保银行战略团队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定之前 金融市场状况收紧 这使得美联储可能会更加割叹 从上次美联储会议以来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自2018年以来首次突破3% 美元上涨了5%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8.74% 对冲基金敞口跌至一年半低点 他们表示美联储稍微鸽派一点 就可能会推动近期遭受重创的科技股和周期性板块出现短期反弹 但他们警告称请记住 美股的中期和长期前景仍然非常悲观 因为美联储每年都要从金融系统中取出1万亿美元 这将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企业财报方面 周三公布财报的公司包括莫德纳 百胜餐饮 eBay及ETS等 经济数据面 美国4月ADP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增加24.7万人 创2021年2月以来最小增幅 IDP首席经济学家Nella Richardson表示 随着美国经济接近充分就业 4月份美国劳动力市场不苏显示初放缓迹象 虽然招聘需求依然强劲 但劳动力供应短缺导致商品生产商和服务供应商的就业增长放缓 随着劳动力市场趋紧 员工人数不足50人的小公司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面临工资竞争问题 美国3月贸易涨减少1098亿美元 创纪录最大逆差 机构分析称 美国商品进口激增 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 反映出进口激增 因企业依赖外国生产商满足强劲的国内需求 由于美国的需求超过了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 要在短期内改善贸易逆差将是困难的 新冠疫情及抗议封锁措施进一步使贸易形势复杂化 一些港口的活动急剧放缓 进一步加剧了本已脆弱的全球供应链的紧张状况 周三原油价格大幅攀升 欧盟发布第六轮对俄制裁方案 决定六个月内全面禁止俄罗斯石油 三、0.00、百分之0.00进口 石油禁运建立在上个月宣布的 对俄罗斯煤炭的禁令之上 这也增加了禁止俄罗斯天然气 1.1、0.00、百分之0.00的可能性 天然气是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最重要能源 越占欧盟进口总量的40% 摩根大通127.1 涨4.07 涨3.31% 首席执行官戴隆表示 通胀冲击世界经济之际 美联储本该更快加息 我们的行动有点晚了 他们越早行动越好 全球能源形势危急 如果油价升至185美元每桶 将给人们带来巨大的麻烦 我们现在应当竭尽所能 需要生产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 戴蒙说 美国政府应当更加关注国家安全 包括能源和粮食来源 美联储于20年来首次升息50基点 将从6月开始启动缩表 美联储宣布2000年以来 最大一次加息幅度 并决定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为了遏制持续飙升的通货膨胀 美联储寄出了数十年来 最大力度的紧缩行动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周三一致投票决定 将基准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 美联储将从6月开始 允许所持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 支持政权到期后 不进行再投资 最初阶段缩表规模为 每月475亿美元 三个月后将增加至950亿美元 美联储在声明中说 委员会高度关注通胀风险 其还提到新冠疫情及防疫封锁措施 可能加剧供应链中断的情况 除此之外 俄乌冲突给通胀造成了额外的上行压力 并可能令经济活动承压 官员们决定 从6月1日开始 收缩美联储规模 8.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最开始阶段 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缩减规模 分别为每月300亿美元和175亿美元 三个月后扩大至600亿美元和350亿美元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 为了确保平稳过度 委员会打算在储备金余额 略高于其认为 与充足准备金一致的水平时 先放缓然后逐步停止资产负债表规模的下降 鲍威尔在3月初告诉国会整个过程 大约需要三年时间 意味着缩表规模总计约3万亿美元 我们来看看个股情况 优步28.1 跌1.37 跌4.65% 一季度每股收益亏损3.04美元 预期每股亏损0.26美元 LIFT21.56 跌9.20 跌29.91% 二季度业绩之引不及预期 消息称 英伟达已挖走英特尔46.54 涨1.48 涨3.28% CPU价格师 AMD99.42 涨8.29 涨9.10% 业绩与指引均超预期 星巴克81.64 涨7.31 涨9.83 二季度业绩超预期 莫德纳一季度新冠疫苗营收 59.3亿美元 超预期 爱比营 156.18 涨11.18 涨7.71 一季度营收 同比增70 超预期 机构呼吁西部数据 62.86 涨1.14 涨1.85 公司将相关业务 拆分释放价值 瓦来罗能源 128.23 涨6.83 涨5.63 一季度营业收入 385.42亿美元 同比上涨85.24% 京东 63.18 1.01 1.62% 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 已批准特别现金股利 为美股普通股 0.63美元 或美股美国存托股 1.26美元 将分别以美元支付 给予北京 香港时间 和纽约时间 5月20日休市后 登记再测的 普通股持有人 和美国存托股持有人 此次特别鼓励的总额 大约降为20亿美元 普通股鼓励的支付日期 预计为6月8日或前后 美国存托股鼓励的支付日期 预计为6月14日或前后 根据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Equinar 发布的2022年 第一季度财报 该公司第一季度调整后的 收益为180亿美元 税后收益为51.8亿美元 与俄相关业务 净减值10.8亿美元 由于俄乌冲突 增加了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欧洲天然气市场 导致能源价格在本季度上涨 苹果166.02 涨6.54 涨4.10% 公司已聘请到福特负责安全和车辆工程的资深高管 此举意味着苹果再次加大电动汽车的开发力度 知情人士透露 Daisy RJ Cashiewicz将负责苹果的电动汽车计划 据悉 RJ Cashiewicz自1991年 以工程师身份加入福特后 一直在福特任职 近期担任汽车安全工程全球总监 此前 他曾协助监督许多福特车型的内饰 外观 底盘 与电动零组件工程 5月4日 面向设计人员和开发人员的动画平台Lottifiles宣布 获得3700万美元的B轮融资 此轮融资由SquarePack Capital领头 其他参与者有XYZ Venture Capital GreatPoint Ventures和现有投资者 500 Startups和MShare 此前 Lottifiles在2021年1月的A轮融资中 筹集到900万美元 由微软289.98 涨8.20 涨2.91% 风投基金M12零投 据官方博客显示 星巴克将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 Web3数字第三空间 并推出首个NFT 计划将数字社区Web3平台 打造为一个易于交互 可广泛访问的前端组合 并以快速且低成本的区块链技术为后盾 此外 星巴克宣布 将创建一系列品牌NFT集合 并建立世界级合作伙伴关系 星巴克相信 NFT具有广泛的潜力 成为增值业务收入来源 在此过程中 使许多利益相关者受益 同时还可以创建一种新型的数字生态系统 来补充星巴克当前的数字平台产品 特斯拉952.62% 涨43.37% 涨4.77% 计划在上海工厂当前领港超级工厂附近 并建议座新工厂以扩大产能 新工厂预计将生产Model 3和Model Y车型 年产能为45万两 新工厂完成扩建后 将助力特斯拉将上海工厂的总产 能提升至每年100万两 民宿巨头爱比营 今日发布了该公司的2022财年第一季度财报 报告显示 LBNB第一季度营售为15.09亿美元 与上年同期的8.87亿美元相比增长70% 不进入汇率变动的影响 为同比增长74% 净亏损为1900万美元 相比之下上年同期的净亏损为11.72亿美元 同比大幅收窄 其他市场面 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 下跌1.80美元 跌幅不到0.1% 收于每盎司1868.80美元 鲍威尔讲话后 电子交易盘中的黄金期货价格 回升至1873美元 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27美分 跌幅1.2% 收于每盎司22.40美元 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割的西德州中置原油 WTI期货价格上涨5.40美元 涨幅为5.3% 收于每桶107.81美元 欧洲周期交易所109.86 跌4.62 跌4.04% 7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17美元 涨幅为4.9% 收于每桶110.14美元 美式电视台报道 祝货价格上涨5.15美元 危险到一个幅为5.17美元 总史为止 您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